金融科技如何颠覆 而我们是如何定位 能够在金融科技颠覆的同时 能够去享受那个抱怨 放大那一刻 而不是爆高那一刻 我们会用这个方法来看 第一个刚才讲过就是Cross Border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讲了这十点之前 OK了 会不会太慢 会不会太快 Cross Border 我就讲过了 第二就是传统的金融业 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我想我目前看到 比较进取的银行是这几家的 就是JP Morgan 投资银行是变化最快的公司 他们的工作就是M&A IPO 然后帮一些企业去 可能是Phymerization 私有化什么 所以他们很喜欢改变 那帮人呢 我经常说行会有风 Banker 那些就是Emerism Banker 不是普通Banker 是Emerism Banker 但是为什么JP Morgan 我们放在第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Fintech 你只是有Tag 不是很足够的 你要有一个Database 就是你有一个Engine 你有一个引擎 去消化 去转换那些 或者去Evolve 那些东西 但是你要有一个Data 你的Data要有一个大 那JP Morgan Trace 不只是Emerism Banker 它还有Trace Trace 那部份就是Retail Bank 令收银行 所以高民是想做这件事 但是我反而比较看好 JP Morgan Trace 或者Farking银行 一站式的 以前就经常被批评 一站式的 你又有Farking 那包红色的遮 遮住 由上遮住下 由刚才银行 Commercial Bank 和Vital Bank 今时今日 我们觉得 如果反应够快 可能就是传统的 有三个部份 可能如果 它不组合得好 或者是 Streamride 也好 其实这个是比较快的 Visa Master 那明显 本身是这样的数据 但是它虚异的 它没有品报 另一个就是 Cent of Spider 就是说 我们看到是 我们看到很多Fintech的公司 它发展的方法 并不是一个自己发展的 它是一个中心点 然后它和很多公司合作 然后一起做 一个公司做不完 而且这里拥有很多科技 而且很多Tech的Guru 它不是太想在大公司做 所以很多时候它提供技术 提供技术 但是同一时间 银行也都担心 这些技术型的公司 是不懂得finance的 knowledge 所以通常它是 会一起合作去做 但是未必完全会 用请人的方法去做 所以这个形成的情况 就是会是碎片化的 时间会是碎片化的 稍后稍后会讲到 我再看一看 简单来看一看 就是出了一个index 这个index 里面有什么成分 四十八家公司 四十九家公司 包括了 大家二重行长的 美国运通商业 CN2 Faststack Lending Cup 都是美国上市 都是最新上市 跌了很多 这家公司 LC 这个是Sockboard 右边的是Sockboard 股票 PayPal Tompson Writer 这些都是 你看到这个情况 都是传统公司转型 比较少是新公司 都是传统公司转型 因为它有些压力的数据支持它 这个刚才我说过 就是Role of vibrator 就是新加坡的MMA 似乎是比较主动的 第四个趋势就是 人工智能 是Fintech里面的灵魂 即是说 如果你普通一个上网 即是自动化了 好像保险那样 自动化了 那这个是不是Fintech 可能都差一点 因为人工智能 不过这个是解释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 我们其中一个定义 就是Deep Learning 即是自我学习 Deep Learning 自我学习 即是大家最熟悉的是什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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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下棋 下棋 最多人熟悉 IBM的Watson 去到Google的AlphaGo AlphaGo 它是有自我学习能力 自我学习能力的意思就是 它会调节 那些Head Layer里面的参数和Rating 然后Input Layer 不停不让自己转 转到Rating不停转 转到最适合的比例 这是Deep Learning 就是这个比较偷 但是我想说是 AI和云端 应该是 应该是 我们 遇到的 最抽象的一些产品 就是 如果我说AI 或者说 Pokemon Go 也都是AI 就是 它会 它那些 精灵彈出来的时间 有些少少Random 但又不是很Random 你如果有香气 就是你开着香气 你身边的朋友 有时会见到 同一个精灵 有时会见不到 就是 整个游戏的设计 就是 Pokemon Go Pokemon Go Pokemon Go 以及 健身的位置 如何打斗 全部都是 有部分是AI的元素 以及是Location Based 它不是所有地方都一样 所以那里有很多AI的设计 所以AI是难 一般人是难掌 因为AI不是一个 直接的Programming 方法 它是一个 有部分自我学习功能的 一个灵魂 Thin Tech 某程度上 我觉得是 以重Tech 而不是以重Thin 多个Tech 因为如果你真的需要 颠覆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的技术的含量 是要够高的 所以很多Thin Tech 我们看到都是 就是说自己的Thin Tech 很搞笑 你看到很多都是 很搞笑的例子 就是 就是 表面上是Thin Tech 但实际上 好像是 民政府取得分定的 一些Project 就不是真的 很Thin Tech 但今时今日 香港政府是给了很多 好像听说 Invest Hong Kong Invest Hong Kong 也是引到很多 外国公司 回到香港 發展 例如 方學園 或者Saraport 有些Asher的基金 都是有支持这些项目的 但事实上 现在香港 是很有趣的 是没什么 是没什么 人搞这些 所以 是 比较容易批 我感觉是 大家可以自己做一间公司 试试搞个Proposal 找几个人 有ARMegra 买几张NVIDIA 卡 1080 砌到似样子 可以试试 拍拖分定 因为在程序上 要停停停停 然后 你知道那些 就是那些 可能是同一堆分定 另一个trend 就比较明显 就是Middleman之死 Middleman之死 就是 严格来说 香港的沉沦 有程度上 有这些关系 就是 香港传统是出入口的 re-export 所以Middleman 是深深体步 打阴帝国际 训练了香港 在一个出入口的地方 由鸭片时代到 他们今时今日 都是左手来右手去 赚差价 你可以留意 阿里巴巴 又好 或者腾讯又好 他们是去中心化 他们颠覆的方法 就是去中心化 小米 有没有人用小米手机 有没有人用小米手机 小米手机 你为什么不成功 它就直接消费你 它没有中间的层次 直接在网上销售 就是去中心化 所以当去中心化的时候 将中间的利润 还回给 好因于说 还回给用家 但是同一时间 就将中间的人全部都 都没有轟炸 所以 中心 做中心 这个角色 应该很快没得玩 那 应运而生的 就是Fragmentation 我们觉得 就是 举个例子 我们公司也是 我们的同事 很零件 和很Passion 都有些手朵仔 都有些记文太多 所以我们都很有 企业家精神 还有很多 我觉得未来的世界 都是一个profit sharing的世界 就是 一个人未必是一份fulltime job 有很多庭随 有很多追求 有很多理想 一百十岁的大人 你做了一百岁 就可以做 那你怎么可能 你不追求自己的理想 那当然可能推着车仔 在追求理想 不会的 因为 人工智能 和biotech的发展 我们一百岁应该很健康 还可以去捉精灵 远注公司 所以 所以 这个人真的不需要 答案太多 因为我听过 昨天听过 这个sicator 是在找着长生光路约 还有在找着 传统痴王 我们是在研究 如何可以不死 如何可以活得健康 所以这个是 很快会见到的成效 另一个就是 tan and cool 那个角度就是 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工作 就是fragmented 就是散了 就是每个人 我应该说 在植谷 很多年前 已经是这样的了 如果有没有人在植谷 做过事 咖啡厅 是最多人 最多人 请 就是recommend 最多人在咖啡厅 Starbucks 有什么 植谷咖啡厅 他们很快组队 他们组队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 他们有distance project 有贴 有需求 有天赋的机会 他们就找人 这个人认识 机会的朋友就认识 电脑 那位朋友就认识 所以 就立即承认组队 这个组队的过程 然后就 有个人做pitch 就做pitch book 找VC投钱 三分钟 没有产品 可能有 有个简单的产品 在车庫里搞定 然后VC就会看背景 这个人在哪家大公司做过 有什么trent report 然后打几个电话 confirm这个人是做不做了 而他们互相之间 是否合成一个团队 在美国就 直播就会谈这些东西 当时今天 在香港或者 在深圳 比较明显 用这个方法 就是华为 华为 大家都知道哪家 华为 用手机 华为也是 它是一个talent pool 那些人是不停升级的 就是精灵EVOLF的过程 不停地打架 打架 在牧场里打架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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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之后回来 就很吸引 就是reviven reviven portion 一再 portion 升回 升回之后再打架 打完之后再reviven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的功耗 即他每个人的技能 是不停增加的 但当那个人的技能增加的时候 就会有机会被 让这些businessman去选择他们 成为一个team 我想未来的世界都是这样的 有两种 一种是 一是businessman 你就变成不停写pitch book 很快速写pitch book 就可以去pitch别人 去找VC 去找厂头 另一种人就是技术型的 你不停地evolve自己 去到第39级 40级 就是evolve自己 那关键字就是learn 和unlearn 就是写流了一个 learn和unlearn 因为很多东西 我那些是垃圾 还有很多人说的东西 事时而非 令我们污染了 那我们 你听我的话 可能都被我污染了 因为 你没办法在这里 我拿着个咪 会让你们受到污染 但是unlearn 那个能力要强的 就是我们不只是learn 我们要unlearn 这些部分就是 例如fintech 或者传统我们说 金融热 你怎样怎样 就是妈妈教的那些 或者在学校那些 可能是未必适用的 如果他适用的话 就不会被人颠覆 就是因为某个时刻 会被人颠覆 所以他又不适用了 另一个就是 低息环境 令到我们 令到我们 香港 有过这样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 以及未来我们 80岁的原因 另外地铁就是 其实我很喜欢乘地铁 就是每个国家乘地铁 你看到文化很明显 很明显不同的 我刚才说过了 不如说 full-time to part-time internet internet也是一个原因的 Rex今天早上都问我 为什么转变是 现在发生 而不是十年前发生呢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背双的世界 大家没有听过 Coc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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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混习了哈佛 麻山里东 Standford的教授 然后上网 然后给钱 学习完之后 如果要商量的话 就要多多100元 你就可以 Cocera是一个网上过程 来的 今时今日 当你是在玩手机 玩Pokemon GO的时候 他在升级很开心的时候 在美国 在英国 在日本 或者在其他国 他们在升级 他们的升级方法 是上Cocera 看MRT的教授 教授 智慑的能力 我觉得香港 以前的 狮子山精神 是有的 因为大家吃饱了 但是当大家 顾与了 就开始玩游戏 开始 就有点点不同 所以我认为 这个项目是挺值得去深思的 我觉得 这个 新的智慧山精神 有人说是 新一代的智慧山精神 智慧的能力很重要 很重要 Ms.MQ 也有提过 我们也在做一个 Fintech博士 最后就是 其实我们也在找些 partner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但希望找些 NG的精神 不要 我们发现 人品重要 能力 态度重要 他懂些什么 是关键 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发现 举个例子 很计较 很难搞的 通常是很冒险的 我们一起去做些事 我会比较高兴的 partner 互联网公司 百度 我们看看 互联网公司 BAT 百度 A就是阿里巴巴 T就是腾讯 他的view就是Google 阿里巴巴 Facebook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抄得很像 那怎么颠覆呢 百度明显是 mental information 他是用这东西去monetize 我细致不说 我们每个都可以说整个钟 阿里巴巴和Amazon 就是人和资金楼的交流 人和钱的交流 他拥有这个数据 行上就是人和人 第八个趋势就是 我们会慢慢看到 银行里面的柜口会少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因为我们在中環很近 在银行里面有间花镜银行 这间花镜银行 以前有很多counter 近十年八年 你慢慢发现 你要的counter是没有的 你不要的 我每天都会在这里 问你买不买这个 买不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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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圆圈 你留意日本是如何 你有空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你不要只看银花 不要只看什么神社 不要只看什么神社 不要只看什么什么 你留意到银行 你进去银行里面 第一 有两个转变的 第一 奥巴萨是在这里 有聊天 聊天 大家知道 日本银行是 service industry 他们跟你聊天 但是同一时间 他旁边的机器 是全自动的 是全自动的 完全没有人的 我自己觉得 日本是 挺好的一个题材 它有一部分 历史感很重的 它是需要服务一些 服务的 但是同一时间 它是最新铭的 自动化的机器 包括孙正义 做的software 做的机械 所以 我们估计 美国的投资银行 和美国的银行 应该会引领 全球的经济转变 因为第一 整个矽谷 或者整个美国的 regulator 是比较 proactive的 同一时间 它也有科技 即它有饭 它也有科技 但是欧洲就惨一点 欧洲可能剩下瑞士 即它可能变了 资金的集中地 其他银行 你一致就挂了 包括内 都不剩下 可能不是多少 匯豐 渣打 你看 你看 但反过来 你看 Forman Stanley JP Morgan 花旗 是可以的 所以在巨浪的转变里面 可能是 美国的银行 会优于欧洲的银行 欧洲的银行 可能会优于日本的银行 你看看全日本最大的银行 是东京三零 东京三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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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三零是什么呢 MUFJ MUFJ 是什么意思 是东京 你吃了东京 是东京三零 UFJ 是三大银行 最少三大 其实还有其他的 还有什么 三大银行合并 都进不了 可能增长都进不了全土 全土 我自己明白 日本银行就面临着这个问题 它转变不够快 当然有很多其他问题 这个不是其中一个问题 但是我相信 金融科技 是会重击他们的 所以如果大家 有一天在做日资银行 你快点给你老板 搞Vtech 另一个大家留意一下 Internity Booker 它不单是颠覆金融业 就是银行业 还是颠覆Booker行业 Internity Booker 如果大家有任何人用 很多人用 很多人用 Internity Booker 很多人是自动化的 但是它很复杂的 你发验 你要填份表 你填份表 过几钟都不知道自己填了什么 但是你开完户口 就变成全世界 Multi-broker 都用不到 这个就是明显的 Internity Booker 都是其中一间 很早期的Fintech公司 其他我都说过了 不多说 那问题来了 就是 我们说完八个trend 八个趋势 那对我们个人来说 那个趋势是什么呢 那有几个可能性的 第一个可能性是 你自己是什么职位 如果你在银行里面 首先 我跟刚才说 如果你的行业是中间人 是中间人 就不是前面 不是后面 是中间那个 那后面 也有一些危险的材质 那前面 就是因为创新 和是客制化的东西 就是用M&A做banker 或者做前线的东西 或者 举个例子 我们见媒体 那些人说 很多报纸是击是人写的 不是人写的 但是你说 TVB或者Now TV的主持人 那个主持人 那个不是机器 就是你前线 当然不会被淘汰的 因为你还要出药 但是你写完章 那会被淘汰的 有机会的 还有edit 或者做后期制作 那些就很容易被淘汰 同一时间 就是 如果你在一间 中间的公司 又是做中间的东西 那就麻烦了 就是做中间的办公司 或者中间的办公司 那就要寻求一个转变 但是相信 Fintech最大的充力 就应该是 中间的办公司 和中间的办公司 应该会是 所以 但是如果你拥有 Fintech的技能的话 你就很快要给别人组队 不如做个Fintech 然后将这些东西 自动化去 那你公司自动化去 那你公司自动化去的时候 你会变成一个领导 或者说 还有中间的转变点 就应该不是太多 所以 要不就是 你就是Fintech的人 但是你纯Fintech的人 你整个英语 都是Fintech的 即是Fintech Fintech的 你是没有Tech的元素 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 正常 反過來你是純Tag的人 純在砌東西的人 你很熟悉的 會寫Programming 會寫Program 會 但同一時間你沒有Finance的Element Think很有趣的就是給機會一些人 以前Mae Ling也說 女生的男生其實很簡單 反過來就很typical 女生的男生常常去化妝 常常學化妝 學美容 學扮靚 學什麼 到了男生堆裡就沒有話題 因為他們說踢球 男生說能夠踢球 講美國籃球 這個話題根本就不Finance 一個純Tag的人去到一個純Tag的地方 是很難有報名的 反過來純Tag的人去到純Fin的地方 男生如果不懂得說星座 學營 你去到女生堂裡 一個男生 跟著一群女生過來 你可以想像是沒有話題的 當你沒有話題的時候是沒有共鳴的 沒有共鳴的時候 怎麼會組隊的時候會互遇你呢 所以Finance裡面要加Tag Tag裡面加Fin的意思就是 有部份的東西是可能要吸收的 尤其是如果你是純Finance的人 就要吸收Tag的Tag 很簡單來理解 第十個趨勢就是 為什麼今天講這個題目呢 表面上Finance跟我們 不是太直接的關係 因為我們是科技股的 就是我們定位做科技股 全國亞洲都很多人認識到我們 對從基金界或是長倉基金界 都很多人認識我們成為科技股 會回來和我們討論 就是跟我們討論很多科技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會說Finance 因為Finance已經說過 Visa、Master 變成City、JP Morgan 平時我們沒有研究開過 其實原因就是 我們研究Finance 和我們研究 投資股票的背後動機 是一樣的 還有奴緒也是一樣的 就是兩個字 就是拆幅 中文是拆幅 我們很多時候看Finance 或者看任何一個新的 一個系統的轉變 我們是抽來的 我們不是一個遊戲裏面 我們是抽出來的 看Player怎麼搞